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推出了一个新的APP叫做厦门急救 这当中有一个引人注目的亮点 就是推出了急救的志愿者 那么这个当然是一个非常好 而且是符合社会进步发展趋势的一个做法 但是有人也表示一种担心 那就是如果这些医疗的急救志愿者 在救助当中 他们的医疗的专业水平水准究竟会怎样 会不会出现好心帮了倒忙的情况 另外万一出现问题 有可能出现的社会纠纷 法律问题又该如何来解决呢 我们今天就讨论一下这方面的话题 那么首先呢 我们通过一个短片了解一下话题的背景 最近上线的凤凰花厦门急救志愿服务APP 是一款综合了一键报警 呼救定位 急救志愿者等多功能为一体的智能呼救软件 它的最大亮点是增加了急救志愿者功能 当出现医疗急救事件时 120急救中心的调度员 会搜索患者附近范围的急救志愿者 并向符合条件的志愿者发出救助信息 志愿者在接到来自APP的任务之后 将会第一时间向患者伸出援手 弥补救护车到来之前的空窗期 在救护车到达之前 那这个是有十来分钟时间 那十来分钟时间是很多 生命垂危的一些人员 往往急救就是靠四分钟 环境四分钟 我们现在急救志愿者 医疗人员已经有一千多位了 也就是在突发事件发生的时候 我们把这个信息直接推送到 就是在事件发生的周边 在我救护车到达现场之前 还能赶得过去 我们今天节目的现场 是特别请到了 厦门医疗急救中心的吴启峰主任 这个实际上我们通俗讲 就是120急救中心 对吧 我们刚才在这个片子当中 你已经介绍了 就是为什么设置这个 医疗志愿服务者 就是我们的动机 已经介绍得很清楚了 但是呢很多人立刻有一个担心 就是刚才我们提到的 这些志愿者 他们的医疗的专业水平怎么样 如果万一出现问题的话 这不是所谓容易出现好心帮倒忙吗 这个担心我觉得是有道理的吧 这个百姓有这个担心 应该说我们也非常理解 但是就是在这个危机重症救助过程当中 时间就是生命 那我们这个志愿者 他前提条件就是要弥补这个医疗空伤机 那医疗空伤机当中 他提供隶属能机的一些救助 那当中这个志愿者 是我们会经过一些专业的一些培训 所以说是第一批 我们现在目前招聘了一千多人 那这个都是医疗人员 而且其中的六百多位 都已经考了美国的AHA 就是这一千多人 全部都是医疗行业的工作人 第一批的 等于说他起码的一些医疗的常识 知识 或者是起码的一些操作的水平 应该是没有什么问题的 对 这个也是防范 他们当中上去 一个是身体的自信问题 第二个他的技能的问题 然后也是一个社会关注 我们要让他尽量把这个APP 包括这个志愿 比较成熟以后再往社会推广 慧娟是在医疗行业 也是做法务工作的 你觉得这个老百姓的担心 是可以理解的吗 当然 就是做任何事情 我首先是要安全 我是让你来救我的命的 不是让你把我按成更多的病的 这个安全是第一位的 就包括 不光是他这个病人要考虑安全 那我的志愿者 我也希望我 急巴巴的从我家里边出去 帮别人按了以后 是把生命挽救回来 我是做好事去的 我也不希望我到那去 连骑马的常识都没有 两下子把人家按得更重了 我一辈子也会有 这个心理上的道义的压力 包括这个设计者 包括我们所有的从事 设计这个事情的人 都是希望最终 他是安全的把病人 救回来的一个事情 但是这个安全 有两方面的来说 第一方面是 我们做这个事情的时候 我们要考虑到 如何准入 如何培训 而且我们要把那些 简洁有效的方式 拿出来给这些志愿者做 而不是让他们做 非常专业复杂的分析判断 就是首先要让他们 易于掌握这些技巧 才拿出来给他们去培训 其次就是培训到 我们考核合格 认为他确实能够判断的时候 我们才允许他进入到 这个志愿者的队伍里来 还有一个很重要的 就是我们做任何事情的时候 其实是要权衡利弊 我们没有办法说 做到一个事情 百分百完美的时候 才去推行 比如说这十几分钟 车没有来 120的专业人员 没有来的时候 那很多猝死的病人 就在这几分钟里边 离去了 零 他得的分是零 那这个时候 只要有一个项目 能够让我们得到 80分 90分的时候 我们就应该 大力的去支持 而不是说 一定要100分才做 那在我们尽量的减少 不安全的因素的前提下 我们要容忍 在偶尔的情况下 这些志愿者 有做一点点的错 就是有容少量的错 我们把它控制到最少 但是不能说 完全不发生 今天现场四个人 如果是说起来 是陈雪和我 属于这个完全 和医疗界不搭边的 这个老百姓 陈雪你觉得 你有这种担心吗 有 因为我完全是 医疗的门外汉 所以当时是 这个行为的时候 我首先要考量的一个 刚才陈老师说了一个 这样一个词 他说安全 我当然首先考虑的是安全 如果我是叫了120 我知道来的是 一个专业的医生 所以我会心里很踏实 我等待他们来的之后 我相信他会给我 最安全的救助 可是如果来的是个自愿者 我完全不了解 我根本不知道 这个自愿者 他的医疗水平 是怎么样子的 他的救助常识 是怎么样子的 甚至他在实施这个救助行为的时候 能把握的度是怎么样子的 所以我觉得刚才陈老师说 这个安全 这是第一个关键词 对我来说 第二个就是希望 我相信 无论是 这个 我们设置这个机构的初衷 还是这些志愿者 在实施行为的时候 确实是大家都希望 能得到最好的结果 但是希望 他毕竟是希望 是不是能够在 落为现实的时候 就真的能够得到好的结果 这是我的第二个问号 因为他取决于外界的很多的原因 包括陈老师说的 志愿者的水平怎么样 死次救助的 这样的一个当下的状况 是怎么样子 第三个 陈老师刚才提到了一个比例 就是概率的这个问题 他说 即使是我们不能达到 说所有的志愿者 都能够实施非常专业的 这样的一个行为 但是我们要允许 他有80% 90%的这样的一个概率 可是我 我对于别人来说 也许是大部分人 说8% 90%的人就救回来了 但是如果一旦轮到 我是那10%到20%的时候 可是这种救不回来 或者出错的这个情况 我的生命就百分百的没了 那这种的这个错误 对于我来讲太大了 是不能承受之重 所以我也会打一个问号 说这样子真的是值吗 这样子真的是可以推广的吗 这些就是 我可能打断一下 其实这个20% 30% 这个可能比例 这个我们是说一件事 可能个别会出现一些 比如说伤害物场 但没那么严重 第二个就是我们在讲 发布这个志愿信息 传到这个志愿者手上 一般都针对危重病人 那这个危重病人 你如果没有志愿者气 往往在我们这个10车到达之前 那肯定 你就可能基本上没了 那你这个志愿者气 它做隶属能界 也许它就回来了 也许就回来了 所以说它这个不是说 它可能会引起 它多少二三次的损害 可能说明就回来 它会有一些负担 我打算一下 这里面是不是涉及到 一个科学的概率问题 就比方说如果是志愿者 现场都不去的话 那基本上可以肯定 就肯定没有希望了 这种是我们后台 会做些行的 但是虽然的话 至少可能有百分 多少多少的一种可能性 那为了这个可能性 哪怕是有一些不确定性 或者是风险 也是值得去冒一下的 其实这就像我们急救医学一样 急救医学以前 不是独立的学科 以前我们可能比较了解 内外富儿 其实中国是从80年代的时候 才独立的把急救医学 单独的列出来的 为什么要单独列它 因为它和我们平常的诊疗 大不相同 有自己独特的地方 它是容错的一种措施 就是当这个病人 已经生命体质不平稳 呼吸没有了 心跳没有了 血压不好了的时候 你没有办法 像平常的这个思路说 我给你做个CT 我给你做个磁工症 我把你诊断清楚了 我明确的 根本不可能 我这个时候就是我第一反应 那也许我这个医生的第一反应 是我非常有经验的 我反应对了 也许我今天就反应错了 你要容许我就以我的第一反应去救治 因为只有在这种情况下 被救治过来的病人的比率最高 也许它只达到50% 只达到60% 但是你用平常的思路的时候 连20%都没有 所以我们只是在中间选择 目前能达到的最高比例 而不是每一件事都说做到100% 就是对一些风险和不确定性进行容忍 实际上是一种科学态度 是的 就是也许它是有未知的 对 非常多未知 那我们只能说追逐净上净美 但不可能达到他们去 而且涉及到这个志愿的这种急救 这是一种制度的设计 但是我们都知道 在整个的急救体系的建设当中 除了这种制度的设计 还涉及到人员和器材的各种的配备 那么提到器材 有一种叫做抢救神器的东西 叫做AED 目前我们下面是在一些人潮密集的区域 已经开始配备了 我们来了解一下 AED自动体外除颤器 可以诊断特定的心率失常 并且通过电机除颤 能够成功抢救心跳骤停的患者 目前在市行政服务中心内 已经放置了三台AED装置 接下来我是将在大型场馆 公共场所等人群密集的场所 配备更多的AED 争取到2030年 全市公共场所每万人 AED配备要达到五台 据了解对于心跳骤停 有黄金救援四分钟的说法 今年2月2号 一位市民在斯明南路 举口横向附近散步时 突然面朝下倒在地上 尽管120急救中心接到报警之后 迅速赶到现场 但是那一位市民还是离开了人事 有专家表示 如果当时附近有急救志愿者 使用AED进行心肺复苏 那么抢救的成功率将大大提升 这是一个活生生的例子 就是如果事后复盘 当时如果有这个比较好的志愿者 或者是有AED在现场的话 很有可能就抢救过来了 但是很遗憾 当时现场什么也没有 那现在有人说 我们厦门是不是可以参照 像这个消防水龙头 或者是消防喷雾器的这种配备 要求在很多场所必须要配备AED 这个 我是觉得任何一项社会的 强制性的措施在出台的时候 我们还是要综合考虑各方面的因素 比如说如果这个AED要配备的话 首先要考虑这种猝死的发病率 其次就是这个AED配备 需要花的金钱维护的这个经费 然后要考虑我们全体居民 在其他的常见病 多发病 少见病 还有其他的一些致死性疾病上面的需求 总体来排排队 看他是不是我们的刀刃 如果他是我们的刀刃 那当然我们应该对他 花费最大的这个金钱和精力 如果他现在还不是我们 面临健康的最大威胁 也许我们只是说 一步一步的开展这些工作 但是没必要说强制性的工作 我觉得现在猝死可能已经逐步的 映入到我们的眼帘 引起我们的重视 但是最好还是先提倡 先有一个基本的底线的一个配备 然后提倡大家都配备这个东西来使用 就是说在这一方面 同样也是一个科学精神 要起到一个最起码的一个判断标准 这个陈雪看完之后 AED会不会使得说 你觉得心里面更脱底 我觉得这么好的 如果有这么好的神器的话 不是我们所说的 现在每万人配舞台 我甚至都觉得 可以提倡更多的民间资本介入 让更多的人了解这个东西好 而且这个东西是可以带来多少的好处的 就比如说像很多的公司 工作强度非常大 现在很多年轻人都会经常发生 住处室的这样的一个情况 对吧 你说医院也好 学校也好 甚至包括我们这个律师事务所 大家都会存在这样一个风险 那这个东西既然这么好的话 我觉得至少对我 我以前我就不知道 有这样一个东西在 所以我觉得应该加大宣传 让大家自己买 比如我是公司的老板 提倡我去买 两三万块钱买一个之后 我就给员工多了一个宝藏 我甚至可以跟员工说 我这边就有这个储差仪 大家在工作的 对 有做这个事情的时候 我可以有这样的一层宝藏 我想打一个比方 比方说今天的天气非常的寒冷 那我就多穿一点衣服 预防感冒 还是去买一点感冒药 所以我觉得我认为 在我们的这个身体健康的排队里边 也许我们预防疾病 还要花更多的钱 我们让身体更健康 还要花更多的钱 而这些猝死 可能只是我们开始要考虑的一个事情 还远远达不到 把它放在最前缘的地方 AED大家有一个共同感 就是社会发展到一定程度的一个 现在一个结果 为什么呢 你现在目前全国猝死发病率还是挺高的 就刚刚我们陈医生他讲 陈老师他说 猝死如果是像现在 如果是现场 如果有人去生就有一只手 现场有AED 那你可能就晚就回来了 但是这个毕竟猝死 它是有一点的发病率的 但是从我们现在目前身边 大家可以感受得到 经常有一些朋友啊 或者突然哪里 听到哪个单位来 忽然一下子 忽然一下子就没了 那这个全国的发病率 猝死还是挺高的 54万多 但是在我们国家的抢救成功率 差1% 对 跟欧美国家落差 所以说差距还是很大 落差 我们来看一下 不好意思啊 我们看一下 有一些观众说的一些看法很有意思 我们念两条 一位说 我觉得会增加我们的安全感 急救APP上线 会给一些不懂急救知识的人 带来福音 可求救于人 急救志愿者要立法保护 不要每次急救 都能够百分百的成功 就是说我们要容忍一些 不成功或者是失败 还有一位说 说实话 虽然掌握了一点急救知识 但是呢 还是不敢贸然出手 怕命不好呢 是害了人家 这就是一个典型的 就是两难 一方面觉得说应该见义勇为 但是同时觉得说 这个是一个很专业的活 万一好心办了坏事呢 欢迎大家继续发表自己的看法 你有机会获得 门窗木墙 五金专家 金刚狼公司提供的奖品 那么这里面就涉及到 刚才陈雪 一直在强调 这所谓的这个专业性 提高这个专业性 目前看 目前我们招募的这个急救志愿者 全部都是医疗行业的业内的一些人士 那下一步可能要面向社会上其他人士 要进行这个招聘 刚才主任也说 要进行这个考核 有资格以后 才能够当这个志愿者 陈雪你觉得 如果是全部要经过考核 是不是有比较靠谱 我觉得这个太必要了 因为一旦和人的生命健康有关系的时候 我们在法律的这个设置上 凡是和生命健康有关系的 都一定是法律保护的最高层级的 所以我觉得这个医学 为什么大家会常常给医学 冠语非常神秘的这样的一层面 这个面具 原因就是大家觉得 生命这个东西太不可撤了 因此凡是和这个有关系的 都应该设更高的门槛 其实我觉得吴主任 他们现在都做的就很好 第一个 现在我就很放心的 可以用这个APP 因为我知道 所有的都是专业人士 而且他们都经过了 严格的这种考核呀 或者是培训呀 所以交给他们自己知道 还是有非常高的信任度的 那未来如果一旦把这个放开 因为我们知道 毕竟医疗专业支持的人是有限的 那在这个人的选拔的这个问题上 我想说这个门槛的设置 和人一旦选拔上去 比如说像我 我愿意去做这些事情 但是我真的完全没有 这方面的这个知识 怎么能够把我培训成一个专业的人 第三个我觉得最核心的 其实一方面我们通过这种推广 当然是培训更多的专业的人 第三个其实如何来扩大 普通市民做这些事情 和了解急救知识 能够实施自救的这样的一个水平和能力 这个也是我们通过这个APP的推广 或者是我们急救中心的这边做的一些工作 做更大的宣传 能应该去做的事情 刚才吴主任不是强调吗 这个实际上是社会发展进步到一定程度之后 自然会提出的一种要求 我们不妨把它看作是 我们社会在文明进步的过程当中 有很多指标 这个实际上就是在社会文明过程当中 一个自然会出现的一个指标 而且这个指标是很重要的一个指标 我们稍微休息一下 TV2马上回来 打通信息孤岛 随时召唤急救志愿者 厦门急救APP会带来急救体系的变革吗 急救志愿者的后顾之忧在哪里 急救设备是否还要增加 鼓励建议勇为主动施救 好人法还需要哪些细化和完善 TV2欢迎亮剑 急救APP上线 会提升你的安全感吗 欢迎回到正在直播的TV2 目前我们厦门市的急救APP已经上线了 这里面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创新 就是设立了急救的志愿者 那么它会提升你的安全感吗 你怎么看待这个新生的事物呢 欢迎大家发表自己的看法 你有机会获得门窗幕墙 五金专家金刚狼公司提供的奖品 那么刚才我们更多的都是在讨论 急救志愿者的专业性的问题 另外就是我们刚才也强调 这里面有一个法律方面的一个困境 就是如果出现相关的法律方面的纠纷 又该如何来解决呢 那么根据了解 我们国家有一个民法总则 在去年设立了一个条款 通俗讲叫做好人法 我们来了解一下 2017年10月1号 民法总则通过了一条被称为好人法的规定 这条规定的内容是 因为自愿实施紧急救助行为 造成受助人损害的 救助人不承担民事责任 法律界人士表示 这一规定从法律上保护了善意的施救者 大大降低了善意施救者 所要承担的风险 不过依然有不少人表示顾虑 一是担心自己上前帮助 没有发挥作用 甚至帮了倒忙 最后会给自己带来麻烦 二是担心可能拿不出证据 在法庭上没有办法说服法官 对司法裁判的结果没有信心 有专家表示 消除好人的顾虑不会一蹴而就 要免除好人的后顾之忧 制定民法总则司法解释 或者是民法分则立法时 应该将好人法的原则性具体化 一些地方也可以通过单独立法 免除建议勇为者 由于二次伤害需要承担的一些责任 这个好人法简单说就是给这些 愿意施救于人的人 免除了各种的后顾之忧 提供了法律上的这种保护 但是刚才我们也谈到 这个法律按理说 一般都是应该讲究平衡的 寄给你这个施救方必要的一些法律保护 那对这个被施救方 它相关的权益也应该有必要的一些考虑 但是从那个好人法当中好像呢 看不到过多的对这个被施救方相关权益 有什么规定 这个主任你怎么看待这个问题 这个也是很多人担心的 是 这个我们急救志愿者设立的初衷 当时一个人要希望大家能去 愿意去救 那所以说我们当心社会上 很多人对这个急救志愿呢 他很多顾虑 所以第一批为什么从医疗志愿者开始 就是要让这个医疗志愿者 他本身就有这方面的技能 第二个他专业是医疗本身出身的 没有职业的一些要求 那第三个呢 就是他的这个救助过程当中的技能水平 会可能估计更适应这种能力 那我们其实实际上 急救在这个过程当中 从西方承受的一些经验 平民百姓经过培训科科 就是可以了 他可以开展救援 那从我们民法保障的角度 也是要针对你经过培训科科的 这些专业 叫做非专业人员 培训科科了 掌握一定的基本技能 他就可以开展急救 所以这个是有一个基本的一些要求 第二个呢 我们现在非常强调的一个是科学救 你不是说随便乱救 你能救的你就救 而且我们在后台调度的时候 是有针对他的设定条件 比如说妇疗科的 他比较适合 你不是说随便能去当阶神 这个当中我们是必须要有一些 相对他符合条件的调牌 这个是叫智能急救 对 作为老百姓可能还是担心说 自己的权益该怎么来得到必要的保护 对 我倒觉得作为法律人士 有了民法总责的这个规定 基本上实施救助的人 已经不需要太大的担心了 因为第一个 只要你是自愿的 第二个 你是在紧急的状况之下 刚才两位说的 第三个 即便是因为你的这个行为造成了损害的话 你就不用承担责任 那是不是法律就不考虑说 如果你是有问题的 有过错的情况之下 那只有在一些故意 你在实施的故意 明知道这样子做 会给它造成伤害 你依然去做的 可能才会产生相应的这个责任 但我想说 即便是可能存在的 所谓的故意 大部分是属于重大过失 依然可能会给施救的人 造成一个心理的压力 尤其是我们现在 社会实践当中 产生什么 一旦你自愿者出现 普通老百姓 常常是用专业的眼光来判断他 就认为你应该是专业的 而没有想过说 你也是业余的 这样 所以他就会给他 施加更多的责任和义务 对他的要求会更严格 在这个情况之下 我们怎么能够来判断 说他该不该承担责任 其实我觉得 莫不如我们给他 投一份保险 政府吃这个钱 莫不如设定 我们的专门的器材 万一万一 全都不认为